我們最喜歡的牛雜 而且性價比超高 超好吃 風味極佳 就是坐在路邊坐在花肌吃的 南沙馬的芒果 沉底都是吃燒鵝 還有些孜然粉 就像燒烤去燒雞翼那種 就像燒烤一樣 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日 星期日通常都是我和老婆 出去買菜 今天幸好 請到女兒來了 既然請到女兒來 我們就去吃她喜歡吃的東西 其實她已經在前面排隊 她在家讀書讀到 心情不太好 所以帶她來吃她喜歡吃的東西 就是前面吃牛雜 這條路叫做花雷路 有個牛雜幫阿姨 經常 我不知道算不算每一天 但每天下午4點左右 就會開檔 就在中國銀行的下方 坐在這裡 他們已經在排隊 因為我剛才經過的時候 看到阿姨是有開檔的 有些大膽的司機 就像前面那輛Benz一樣 擺在這裡等 不過我們就停了車場 就是這裡 就是這裡 剛剛排到他們了 非常之好 真是聰明 至於我便來付錢 阿姨這樣選擇 自己選擇要甚麼 自己吃甚麼選擇 超棒的 真的 我們都已想好吃 kalau吃甚麼 400克 460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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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腸 2鱼 是嗎 要2確 3分腸 現得상이 3元 3元 不斤 5元 1元 2元 多2元 聽到 那盒花了23元 很大盒 23元 加些辣的 加些辣 这个是蒜蓉辣椒酱 可以 这一档 我们认为在广州 我们最喜欢的牛杂 而且性价比超高 超好吃 而且 风味极佳 就是坐在路边 坐在花鸡那里吃的 又有面筋 又有鱼蛋 又有牛柏叶 总之你选择什么都可以 年轻人就趁着4点多钟 就过来这儿吃的 现在是4点两 其实最初 可能是附近的销售姐姐 过来这儿吃吃吃吃吃 因为人家真的好吃 所以 很多人是专程过来吃 例如刚才看到 白色车的司机 酱汁是不会煮得很浓美的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即使像这些面筋 都不会很咸的 1元4个 是 嗯 但是有条猪腸 不是猪腸 牛腸 好吃 好吃 萝卜好吃 嗯 194点钟开档 就很多人 闻风而来 嗯 嗯 嗯 如果各位观众对牛杂是很有兴趣的 可以就适合时间过来 其实只要不是狂风暴雨那些日子 又或者星期六日大多数时间都会有开的 记住4点钟 至于交通路线就会这样的 你沿着这条路 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行 走一点点 已经走过那些树蔭底 接着往左转 往左转之后 就可以去到方川地铁站了 1号线 其实不是很麻烦的 驾车的话 你选一个大厦叫红棉大厦 这样就可以了 红棉大厦应该记得到 就是面前这个 红棉大厦 选牛肺 吃粒鱼蛋 还说怕吃不完 今次试试这个牛排叶 如果说到这些街边车仔档 其实电设沙马路暴醋 阿叔那里其实都好吃 但是那里就很咸 嗯 这里就不会太咸 辣味来的 我刚才加了一点辣酱 剩下我的 剩下你 嗯 吃完第一轮小吃了 如果说到有一条小吃家 要这样计算一下 在方川 我说 就是我先楼指着那里 在那里直走 转右就去地铁站 那条路 那里叫月城路 有什么好东西吃呢 会有鱼蛋粉 又会有煲仔饭 还会有档饮茶 不过那档饮茶是否做 不知道了 又或者先头呢 我站在那个位置 往右转 往港百 东百 方川东百的时候 又会有 那个叫做 糖水 因为为什么呢 以前 在那个叫做 居楼 因为陆居楼以前有很多小吃的 然后呢 因为拆迁 有很多 有很多老板 退休 有些当然继续做下去 比如说我们说的煲仔饭 又或者是糖水泡 其实都是在那里过来的 包括呢 你们经常会听到的叫做阿婆牛杂 其实都是来自陆居楼的老婆 年轻的人 小时候吃很多 不过现在就 阿婆已经没有做了 做得那些全部都是 copy 但是呢 如果说到 吃牛杂 在方川 现在说到最好的 就是先让我们去那间 又便宜又漂亮 风味又足 嗯 哦 买面吗 这样来买面 这里 这么多这些 是 花卷粉 没听过 罐头卖 金竹牌 豆豉鱼 现在卖17元 买了腐鱼 9元8元 辣的 那只是不是辣的 不要不辣的 米酒那些 需要吗 米酒卖了 米酒卖了 好 该买就买齐了 吃就吃够了 我们现在去西朗市场 西朗市场 通常都是 买我们下星期 那些 要吃的东西 平时去龙中路市场 作为补充 比如买水果 买菜 这样的 肉 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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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十多分钟的车程 我们就来到西朗市场了 因为今天有个女儿帮忙 可以多买一些 鸡蛋肯定会买的 她刚才也买了一些面粉 就打算做蛋糕给我们吃 这里就是我们耳熟能场的西朗市场 夏天已到开始买一只 昨天差点想买一只回家 女儿和老婆就在前面 我们会买水果 买鸡蛋 和买蔬菜 一只猫 4元一只猫 当然没可能 哎呀 今天我在南沙买的芒果 都是7元 差不多 好像这些 没那么熟 看来很不怕生寶 人摸它也可以 挺开心 这里 我们又说一下 买牛肉 我们通常会在这几档 这两档都买过 或者尽头每一档都买过 价钱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看你心情 看舊肉 你想选哪些部位 很多漂亮部位都有 而且是老板现设的 吊笼48元 哦 舊舊都不同价钱 哦 这些好吃 老板会帮你切完的 62元 62元 好 好 連接的 通常我们是 62元 48元 是吧 我们要付62元 老板 62元 看到了 通常我们去龙津路市场 很多人 近市区 也不太买 但是买新鲜些 不用摆雪柜 这些 可以慢慢选择 老板会帮你切 我们不要求切 切完之后 立刻回去 就可以等到火锅 麻辣火锅 我们去前面 阳城那里 买饺子 这些 还有 借购 13元 青皮 13元 一条 那么贵 有些还要25元 不知为什么 我不懂 平时我记得很便宜 再来 已经有 琵琶 和芒果 每次 这几天我在南沙 买到的 或者有白香果 白香果 用来 冲水喝好 吃就太酸了 又或者这个黄金肚 没听过 18元一斤 台湾水扇芒 这些是没有那么浓味的 早期在南沙买到的 是浓味很多 韩国蜜 切开它很甜的 10元一斤 这个 有菠萝包新鲜出炉 对 对 有刚刚出炉的面包 当然要买一些 挺新鲜 还热的 肉松包 又或者是左边的酥皮包 菠萝包 那些人全部在买包 排队 刚刚出炉 这个肉松包 好 超级热 新鲜 越南 刚刚出炉 5元6元 对 完全拿不到 好吃 我是一个不喜欢吃肉松包的人 但是新鲜出炉例外 这些肉松酱在上面 很舒服 挺热的 很热的 最热的 所以也是味道 很激热的 这是非常热的 很热的 我们买橙是一元一斤 一元半 我们买一元半那些 要慢慢选择 这个叫做弄树甜橙 选择不要烂的就是 表面不要烂就可以了 食橙都是讲季次的 有时候季次不好 皮厚我都没什么所谓 但是里面干水就很费 试过的 我买了一袋橙 三元六 厉害 还要买提纸 这种提纸好吃吗 这个是13元一斤 现在已经有黑木瓜买了 这么快 通常都是中秋节才好吃 现在连串碗都没到 他们来买提纸 这个手指提 好像是手指那么长 15元一斤 澳洲青提 应该是澳洲的品种 一箱箱 不过就算澳洲来 既来也不足为奇 包包 是这样的 有没有散 有没有散 都很多 所以便是15元一斤 还有提纸 12元9 不是一袋一袋 是放在下面这种散装 广要车 想不到 连西瓜都已经有 4元半 现在贵了 六毛一斤 我们才会买 这个黑美人 3元 西瓜 刚才等到阳城 这里没有什么人 话说是这样 这个饺子铺 以前是在文化公园门口做的 然后呢 他们这里有饺子各种都很好吃 面也很好吃 没有 蟹籽 蝦籽 蝦籽 这里有 这个 28元 好像贵了 是吗 它要买两斤 是的 是的 我们才买一斤 嗯 我们经常说那些 竹星面好吃 好吃 其实就是那一堆 买的是12元两包 选好了 买什么 大地鱼 蝦子鲜 肉云吞 多些粉 回去就要做好 才放在冰箱里 那就不会黏住了 35元 黏住一块 嗯 就得适合时间的话 就可以来这儿吃完他们 现场制作的 雲吞面 饺子 又或者在对面 吃个燕磨芝麻糊 也是可以的 这次来的时候 还未到清零时假期 我当时不是说 很多卖烧鸽 那些去制造 到今天 其实差不多 已经有很多人 要 白沿山 行不清了 很多人来行不清 买些送花棋 或者 因为今天是星期日 没有人去星期一 很少 不要说没有 所以来到这里 买些烧鸽 老字号真材实料 又或者这一档 西朗烧鸽店 湛江烧肉 不过通常烧鸽 这种东西 要么就再晚一点 要么就早上 而很少人 会现在这个时间去买 我们又进来这个区 我们会买些 雪藏鸡翼 鸡泉翼 通常就在前面这档 里面卖猪肉 像这个 猪肺 还未洗 就是这样的颜色 我们在农村路市场 有一档 是专门洗好猪肺 干净很多 鸡翼雪藏东西 通常是这档 它不是有冰包住的那种 这一档 它是会一包包那些鸡翼 买的 没有全益 好 这个 11元 不是有冰包住 是半解冻了出来 半解冻 都是放在冰箱里 冰住它 因为天气而热 因为广州街坊是很严谨的 有些冰包住那些 它是不要的 好像这些 它会慢慢解开它 看看里面会不会有大块冰 我们都已经算 没有那么严谨 有些阿姨 它会逐个逐个看 逐个逐个看 除了雪藏鸡翼 会有其他雪藏东西 雪藏 西牌 这些米阿爷平时 夜晚煮给你吃的排骨 对 哈哈 17.4 17.4 17.4 我们已经买得差不多够了 我们会在前边再买些蔬菜 这些蔬菜品种又会有变化 我上次说这番话 是农云新年之后 所以到这些时候 我们要看哪些蔬果是便宜的 哪些蔬果是当做的 比如刚才看到西瓜 现在刚上市肯定很贵 很多食物都是 刚刚上市的时候 就开始贵 比如说通菜 现在开始见有了 但是初期都很贵 一年四季都有 又或者 这个是羊肚 4元1斤 这里已经有西瓜 3元1斤 还有笋 6元 这里卖小商品 通常这些店铺 这些不是这一档 刚才那一档 我们会买什么呢 就是老鼠胶 这里不能买的 很厉害 那些老鼠胶 是真的用得到的 5元1斤 这里是卖茶杯 如果说到要看哪些价钱便宜 我们来西浪市场便知道了 生菜4元1斤 它可以作为一个标准 零下菜心7元 如果我们回到其他市场 买8元9元 其实也是正常的 又或者这边 零下菜心又是7元 这个没那么漂亮 就买6元 是不是 已经开始说到 会有通菜买了 现在刚刚上 5元半 但是它是干水的 5元半 对 刚刚买了富裕 所以就买通菜 现在还有西洋菜 不过这些卖酱就不是太好 非常容易闹 超多人 比我们平时来的 好像感觉上 还要多人 现在是5点14分 15分 很多人来买菜 因为明天要上班 星期日来 今天 所以买好菜 明天就上班吃 折瓜 1元半 没有毛 这些是没有毛 没所谓的 都没所谓的 一样的 买了两种瓜果 这些煲汤 5元半 今星期跟老婆去拍摄 都不用怎么去市场 有女儿陪着 买了这么多 有生菜 买了 多少钱 看不到 2元半 都不便宜 不过 入到西洋市场 大家要小心 很多人 会开了电动车 进来 开进来 其实都 没说不行 但是 你在这儿骑行 其实是很麻烦的事情 要慢慢推 慢慢推 都没说不行 再大一点都可以进来 所以 大家来到的时候 就要小心 买葱 干水红头葱 4元一斤 我买了葱 2元 有一大棵 我们继续往前走 应该买得差不多了 而且这里还有 这么小的木瓜 1元一斤 又或者这里有 有毛的折瓜 2元 今天真是超级多人 因为 可能大家拜完三百 我猜 那边是卖水产的 卖虾 那些的 因为楼底够高 所以很多老板 是没有棚的 所以就要放一盏 这些读书桌子的灯 这种 是白灯 来的 距离帮我们 真的很好 他拿着一袋 我这里拿着一袋 又拿着一袋 我们现在就去买鸡蛋 去吃饭 因为我们想着去捉鸡 那里也有很多人 这里是卖水产的 今天应该是不会买的 我们只是路过而已 但是也有很多人 因为春天就差不多过去 夏天就来到了 所以又要开始吃水产 已经有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小龙虾来的 他们喜欢吃 我们真的觉得不太好吃 而且 泥尿虾 22元一斤 是这样的 这次我们来西朗 不是说遇到一家三口 来香港的观众 我们有带我小妹妹 小妹妹就说 在这里生汤鸡鱼 是的 即不是现场汤 是已经汤好了 鸡鱼 就放在市场里面售买的 是可以吃得到的 就在那边 就在那边 又有鸡鱼 又有田鸡 又有草鸡 又有草鸡 水鱼都有的 不过那些 黑了就不用出街了 所以就不过去 这些人是买了三文鱼鱼 他们已经写明是挪威三文鱼鱼 最贵是188元 又有市场行得七七八八 我们现在买了鸡蛋 就过去吃晚饭 因为晚了会满坐 因为我们试过了 今天又来到餐厅 今天又有人放酒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为什么青影也有人放酒 我觉得不太明白 所以我们今天又要搭桌 还有这个厅 还有这个厅 有座位 不过要搭桌 我们搞错了 原来不是这张桌 还要等号 那我们回去等号 A12 前面还有八张桌 等等 因为刚刚开饭时间六点钟 不知道要等多久 我先等下 事成是这样的 今天林府就放满月走 因为满月就没办法 难道等到五月才来吗 所以就要等位 等一等 现在刚刚过了六点 不知道要等多久 这里就是餐厅的另一个厅 我们看到上边一张纸 写着那些就留了座 但还未来 那些姐姐就打电话 问她先生你来不来 现在不来 那些桌子我要给人了 那咯 那咯 那我们八张桌可以的 但是有个坏消息 就是没移动 10分钟都不够 因为有些客人他不来 已经叫到13号 那我们15号 等多一等就可以了 挺好的 如果下次想来吃 千万不要像我们那样 那么稳妥 尤其如果你没有开车的话 这个 打电话 不需要付钱的 是 很方便的 嗯 刚刚到六点半呢 那我们已经有位了 原来是这个 和别人摆喜酒 一起吃的 摆喜酒是拿不到 那么多张桌 所以就有些桌子 但是又被我们拿了 那么 其实呢 不用等很久 就要是这样的 是啊 又来眼花莲圆独餐牌时间 这个就真的是眼花莲圆了 那么 这里是总店来的 这个是 这个是 上次呢 我们呢 麗湾路 我们不是吃过一个 也是竹溪的 是不是这个呢 好像 好像不是这个门口碼 不过不肯定 他们还有很多分店 就不一一细数了 比如这个呢 麗湖 我们上次去看完 人人地 省思那个巡游啊 这里又有了 是不是 广沙大道 还有很多了 不一一细数了 超多了 婴缘路 我们又去过了 弘富花园西炭 是不是 中山七路又有了 以前保叶路呢 都有的 现在都应该还有的 不所识餐厅里面 中餐 我们是很喜欢来这个 食鸡专门店 或者竹溪集团的 便宜嘛 而且又好吃 半只八十八元 这些我们不要了 特价烧鸵 三十五元一例 厉害吗 今天 应该也是会有特价的 是的 七十元半只 还有就是 鸡呀鸡呀 好吃的鸡有两款 甲水蒸鸡 四十五元半只 又或者胡桑鸡 都是同价 至于这里 这些呢 就是小吃就不讲了 还有蒸苍鱼 这些 这些 折瓜煲 还有这个 这个是咸猪手 也是他们的特色菜 八十八元 我最喜欢吃这里的 就是那个烧排骨 是很好吃的 是风味很独特的 就是这个 以前这个荔枝木烧排骨 五十八元 挺好的 还有烧鸡也是不错的 四十八元一只 特价就四十八 不是特价就七十八元 好像今天是没有特价的 是啊 烧排骨应该要叫一份 是吧 后面还有 老美拼盘啊 分题啊 都有 是 烧排骨 烧鸡 没问题 因为咸咸肉也很有趣 他们是有一些 士多啤梨在里面 还有什么好吃 还有很多好吃的 咸 现在吃鲜菇 也好像不是很漂亮的 想吃这个 试这个 封生水起 四十五元 拌起 清清的 挺好的 平时应该是喝茶 因为我们现在坐在这些座位 都是 有那些茶 可以早上喝茶 功夫茶 香脂棉藕饼 我看很多社家媒体 食家都说这个挺好的 不知道今天会不会试一下 还有虾饼 又或者鲜鱼饼都有 其实这里已经很接近南海贵城了 很接近很接近 还有糯米饼 鱼腸焗蛋 还有豆豉鹿鱼 看吧 都挺好吃的 不过有烧鱼 就不吃了 有少少次 我们回到 映原路那间竹溪 有部分菜式 他的餐饭是超级超级大的 你想吃什么 咸蛋网鸡翅 他想吃咸蛋网鸡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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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 这个超级的 滑蛋剁牛肉 很多很有特色的菜式 腩香骨也有 蒜香骨也有 蒜香骨也有听过 腩香骨也没有听过 又或者 蒙烈煲 猪虹煲也有 蒙烈煲也有 炒面 很多东西吃 不说得这么好 又来说交通路线 来这里交通路线 老实说 没有回到方邨地铁站口附近 那么方便 近的地铁站 谷树 我说直线距离 但是呢 如果说到 走过去 步行过去 其实是坑口最快 不过呢 走都挺吃力的 根据地图软件显示 步行的话 坑口地铁站 需要三五十分钟 那为什么我们不走过去 谷树地铁站 因为要经过一条 主缸道 车来车往那些 就不好了 不过怎么说呢 我不推荐大家 走过去 打架车 打架车这里 走三十分钟 打架车五六分钟左右 就到了 五六分钟 十二元 四个人 都不是很贵的 让我看看车几公里 2.9公里 铁车十分钟 包括塞车 2.9公里都赢 不用跳标 不用啊 特价烧鸥 特价烧鸥 35元一例 好吃的 性价比之王 真的 你看 它夹下去 大家看到 是会有汁滲出来的 只为了烧鸥也吃了 而且它没有很多规限 又说你要一个正价之旅 又不会只有星期一至五 中午才有 那些 而且是真烧鸥 就不是那些装甲狗 其实 不说说烧鸥也值得 哎 还有餐厅 你想想 我极有理由相信 它们有自設工厂 在这里 如果回到市区 就不是太容易 但这里就不容易 因为它地方够大 试试烧鸥先 这个是夏装 烧鸥也挺胖 而且 吃起身也是汁 嗯 真的挺好 没理由三十元不碟 而才想不碟这个 因为一个女儿想吃 鹹蛋黄鸡翅 但竟然今天没有鸡翅 没办法 但她现在也吃得很开心 先人想过要 鹽炸蝦九字蝦 百几元一斤 又不舍得 不如吃蝦就不看 都是吃烧鸥 等我夹豆 夹豆这个 这个 这个 哇 在滴汁 嗯 它这个 是有 比较多脂肪的 汁一点 不是那些 化皮 那种的 它是令皮 这样的 而且呢 我猜的 为什么会有烧鸥特价呢 其实是 始终可能有竞争 附近呢 就是俄宫 先头我们有想过 如果再等我等不到 等不到呢 就过去鹅公村 那里的地方会再大一点 也是好吃的 鹅鹅 这里便宜一点 烧鸥不肥呢 就不好吃的 它也是肥的 是脆皮 是脆皮 这些部位 那样 就蘸些酸梅汁 是不是 这里不是脆皮 这个是呀 这个 这个是脆皮 是呀 哦 好像我先头吃那一块 咬下去呢 很脆皮 再点一点 鲜梅 下面的烧鸥汁 进去鵝肉那里呢 很脆皮 即是吃烧鸥 吃到好像有爆汁的感觉 更漂亮的就有了 不是 三十元 可能正因为这样 很多客人都对它趋之仰慕 你一年放起酒 都要回到这里放 又到你了 客厅又够大 又够豪旺 原先我们打算呢 4月份 应该没什么人放起酒 应该没有人放起酒 然后呢 原来呢 也有不少客人 吃烧鸥那边设了一台 是带着一只烧猪来 可能去百年山 走完清 今晚就跟亲戚吃饭 嗯 今天有个女儿陪我们来 我们就决定吃完它了 平时就说要打包给它 哇 这块肥 这块我想要把肥膏拿走了 这块 这块 这是我的 嗯 这块 这块肥膏都很和它 这块肥膏都很配 这个肥膏都很均实 嗯 人家喝起酒还上鱼 因为我们来到时,保安叔叔叫我们不进去,在前面转移 我们以为会不会有满座呢?当时想着不如先走 后来他叫我们逛在后面,因为停车场超级大 通常回到荒村、近南的地方,如果没有停车场,餐饮业很难做 一定要订位 在广州市中心,要选一个餐厅吃烧排骨 我曾经吃过一次,就是在这里 究竟今天能否保持水准呢?我不知道 它是这样的,不然厌常即烧,是翻热的 但应该是怎样呢?我们下单后,才将差不多熟成的排骨再加热 所以,面头这里是很脆的,中间是很嫩的 很喜欢吃那些有轻微烟熏过的烧排骨,炭香味 它这里就能找到的 以前在太爷鸡吃过有 但是,那里是浓味的那里 这里就欺负到好处 58元,是吧? 58元 先试试吧 不过等一等,我知道很热的 上面还有些自然粉 就像烧烤去烧鸡翅那种 像羊肉那样 是的,只有猪肉和猪排 那种烟熏的味道 它又不会很硬 它又不会很老 咬下去的肉又死死实实 没有的 来这里 这个 对,烧鵝你可以不吃 而且,大家真的设计 要来这里吃饭呢 刚才说过电话号码 一定要打电话来设计 这里已经是外边等位 已经全部爆满了 你设计了位 6点钟,找个人来坐着 睡点一点才到 都可以 油香四日 超好吃 我想,这个可以吃完 而且,它们的鸡 白切鸡也是好吃的 不过我们没有叫,为什么呢? 因为有它 其他都还可以想一想 吃不吃? 这个呢,是一定要吃的 你女儿说你会吃的 嗯 嗯 嗯 那里有一个 桑牙 嗯 桑牙 桑牙 再迟些天气热 就会吃得更多 一定要用手拿着它 这样才好吃的 那现在呢,已经是 差不多7点了 有些摆酒客呢 都已经是来吃的了 首先呢,肯定不是新鲜的 肯定是有点雪藏的 就是雪藏过的 那些都要做得好 但是都要做得好 它又不会说 用那些味道去摁着它 令它盖着雪藏的味 又或者根本就已经没有雪藏的味 因为它不是那些 很远远的 千年牌骨 不干 有汁水 是的 那些放了雪藏了很久 就没有汁水的 嗯 做得不好吃的那些呢 就会很干很干的 无论是货源 即是原材料 到师傅把握火候 没办法 估计呢 可能它的炉够大吧 好吃的 嗯 如果在荒村 可以找一个烧排骨 跟它差不多 金记 应该就是金记 然后呢 为了女儿的欢心呢 我们叫了白布仔 上次也吃过这个甜品了 是小黄鸭 黄鸭 黄鸭应该是芒果味的 这个呢 这个就是椰汁味的 哇 好吃 它有一种炭香味 即是我是没有办法证实 我的腿那么差 但是呢 如果在家里的烤炉 是没有这种香味的 那些炭香焦香的味 而且 在外面烤焦 和在家里的烤焦 完全不同的 就算自己焦 都可以 有汁水的嘛 慢慢烤 很多焗炉 就算是挺漂亮的焗炉 都 或者我不懂 都是 有少少微重不足 对于小时 叉烧就是这样的 这些肉就厚 所以 吃起身就淡淡肉了 嗯 嗯 是 床骨也有很多种 这个是美的 品质尝性 老婆在表演筷子公 这个呢 是姚汁糕 其实是 嗯 现在呢 就还在等着 那条鱼 那应该是延切的了 至于我呢 就夹给它看 那 就是你啊 是吧 第二 one 我不敢说比你 你看看 看看我怎么夹 他拿个茶杯去摘 是啊 哈哈 一样都是这样吃的 还好像更好吃 这个白兔仔挺逼真的 是一个椰汁糕 很清甜的 很甜很甜 要喝茶喝水才行 挺好的 不如继续等鱼 以前这台客人 就是刚刚喝起酒走了 他们就入籍了 终于等到入籍了 鱼又送上来 我们还在研究 为什么鱼是这样的颜色 拌起先 它不会拌到它烂的吗 是这样的 好像鱿鱼 什么鱼 真的看不明白 好像是裸肉 裸肉这么有趣 最后才来 这个送最后才来 裸肉 嗯 热的 它是熟的 它不是生的 不是鱼生 但是呢 它应该是想营造到 像一种鱼生的感觉 第一条熟 我现在还没有尝尝 还有芥鱼 还有很多葱 鱼 鱼 鱼 没有碗饭 吃了一半 老婆开着我 你不要再吃饭了 再吃饭了 再吃饭呢 鱼是要吃完 不吃完 不行的 我们以为是整条鱼蒸那种 原来是这样的 很新鲜的 有少少少葱的苦味 嗯 嗯 你咸味才可以 夹得够一点 看一看 很好 而且是裸肉来的 真的吃不到 嗯 就说口感尺 醬不破 醬不破几千斤 有没有可能 这个菜是多少钱 海鲜味 真的吃不出来 真的吃不出来 这道菜叫 风生水起 就是这样 就算我现在咬这个这么厚 也不会咬不出来 是海鲜那类的 是的 好像这道菜 鱼肉肯定不是这样的 海鲜 应该是 海鲜 是腥腥的 是 是 还好吃 那些什么呢 嗯 挺怕它是生的 挺过瘁的 对 有少少葱 爽爽的 厨厨的 它又咬不出来 嗯 咬得到 但是不知道哪种海鲜 我还不知道 它明明是用鱼的 或者都是鱼呢 嗯 或者都是鱼呢 但是不是 自己的厨厨很爽口 但是不是 只需要一个餐牌才行 它是有麻美的 而且 师傅都很好 如果真的是鱼呢 它怎么都有一些皮 硬 这个是完全没有的 所以老婆说是鱼肉呢 我都相信 吃下去 就像鱼肉 但是如果这么大条鱼 一定会很韧 嗯 嗯 很特别 嗯 嗯 有些是大便 有些吃的 蝦好像很多 嗯 刚才那些葱 好像这一件 就像 鱼肉没有那么硬 不是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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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买单 189元 那就都合你价钱 是吧 你平时我们三个人八五元 贵一点这么多 因为叫多了 还没送啊 都值得吃 又有点心啊 再带大家在门口这里看 还在等位置 因为其实呢 客人已经换了一批 大家如果想来吃 记得记得 打电话训练 否则就可能要搭桌 取号等位 就坐着在这里吃 吃饱饱了 那现在呢 就已经过了 7点半了 都是时候开车回家了 这里呢 好吃的 真的挺好吃的 其实是软了一点 我们开车呢 回到家都差不多 一个小时 计算塞车 下集见了 帮忙分享影片给你的朋友 和帮我点个赞 下集见了 这个烧排骨真的很好吃 拜拜 那些烧排骨 我们可以再帮我 买到家的烧排骨 咪点蜡 家愿 坐下 manua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